夫妻感情再好这四件事也不要做 做了婚姻就危险了 第一件事开始严格的AA制 把两个人之间的物品区分的特别清楚 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 你说我们结婚在一起不就是一种融合吗 包括情感上的融合 血缘上的融合 经济上的融合 你分的那么清楚那是结婚过日子吗 我发现往往AA制分的清楚的夫妻啊 感情也会慢慢的渐行渐远的 第二个就是千万不要说彻底放松了 不再花心思去维护感情 对对方心不在焉 莫不关心了 美国著名的研究婚姻的教授约翰·戈特曼 他提出说在夫妻相处的过程中 有一个重要的时刻 就是对方想要跟你建立连接 想要跟你说话 想要表达的那个时刻 这个时刻如果你敞开心扉 去接受对方的人表达 跟他建立连接 你们的感情就会越走越近 如果这个时候你心不在焉 莫不关心自己在那看电视打游戏 看手机等等 那么这个时刻就会让你们变得越来越远 第三个不要啊 就是不要胡乱的猜忌 两个人在一起嘛 还是要以信任为基础的 有的时候这种猜忌啊 其实就像我们听的那个 邻人偷腐的故事 你越觉得这个腐子丢了是邻居偷的 你越看他的言谈举止啊 你越觉得像 但是有一天你腐子在自己家找到了 你再看他你就觉得怎么都不像个小偷了 所以胡乱猜忌是很伤害夫妻感情的 第四件事啊 就是不要挑战对方的底线 虽然每个人啊都有不同的底线 但是比如说嫌弃对方的父母啊 跟这个对方的父母搞不好关系 不尊重他甚至争吵他嘛 包括对婚姻中的这种不忠诚啊 往往都是一个人的底线 这种底线千万不要挑战 挑战了之后你就会发现 后果很严重 可能这段婚姻再也修复不了了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